第三个问题是我的问题 是不是说一定要体悟无我才能来到一体世界 如果是那要如何体悟无我呢 郭老师我先讲一下我的情况 就是说我学习的过程 郭老师你可以指点一下吗 就是说我本身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来到无我 才可以来到一体意识 然后呢每次讲到无我 我又不知道要如何去来到无我 然后我也知道说 就是说如果要当化自我的话 就是要抓住这两个核心 第一就是支撑我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 和第二就是以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切 就是地水佛工空 这方面就是慢慢的把我的那个自我当化掉 这样当化当化要来到如何来到那个无我 然后进入那个一体意识 我的问题是这个 好 这也是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年这样一个学习 也超过十年的 马来西亚有不少人 他们已经有超过十年这样一个学习基础 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也算是比较深入 好 我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 当然你刚才讲的这些是不错 也是我以前有讲过的一些方法 不过一般人还是容易头脑观念知道 但是要真正做到不容易 我今年上半年前几个月 从五月到八月陆续有重新讲 讲出两个系列的课程 第一系列就是道法自然世事本无碍 也就是把世事本无碍重新再讲解 讲解一遍 这一次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重新讲了之后 现场听的人他们都觉得 比以前容易懂而且容易体会到 容易应用 这一套课程现在正在制作之中 大概在两个月左右会问世 会出来和大家结缘 这里面就更具体的叙述出来 好 我现在直接讲这个重点 因为要来到一体世界 对 是要来到无我才能够真正来到一体世界 那我现在重点讲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体的世界 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体的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不制造问题的话 本来就没问题 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一样 活在冲突对立不断的情况 活在痛苦 活在焦虑不安 主要的原因就是自我意识在作祟 在耿煮 在重新讲 世事本外的时候 我一样都有把它做一些归纳 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体的世界 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体的世界 但是那个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一出来之后 它就要制造种种对立 自我意识一出来之后 它就要制造 人我是非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我是正人 正义之师 我是正人君子 别人我看不惯的人 他们都是坏人 自我一出来 它就制造对立 制造苦海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 当亚当他吃了那个所谓的 分辨是非善恶的果实之后 他就被赶出伊甸园 而落入所谓的苦海 事实上那只是一个表征 讲的就是 当你起了你的自我意识一出来 你起了那些二元对立的观念 起了那些什么是天堂 什么是地狱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起了那些二元对立观念之后 你就从天堂的世界 落入了地狱 也就是从一体的世界 你那个自我意识 把它割裂 把它厮杀分裂 那你施杀分裂越严重 你就落入所谓的苦海 所以这一次再重新讲 世事本外 都有把这个过程 人是怎么样从一体世界 然后一直的分裂 施杀到后面 因为他觉得那个不是我要的 这个不是我要的 那是坏人 那个是恶魔 这个是地狱 一直的分裂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 结果把一体世界 缩小缩小到后面 剩下在一个可怜的小角落 这个小角落 因为他所要的 他所希望的 就是剩下一个小角落 结果外面都变成苦海 就形成苦海无边 所以要知道 苦海就是那个自我意识 所制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清楚了解 本来我们就活在一体的世界 本来我们就活在天堂 极乐的世界 本来就是 但是就是那个自我意识 它就是排他性 看不惯这个 看不惯那个 容纳不了意己 结果呢 就制造出种种的对立 就陷入所谓的苦海 所以我们说要来到 无我才能来到一体的世界 是这样讲 但是呢 真正的重点就在于 你有自我意识 你就制造二人对立 你就制造苦海 自我意识越强 你的主宰欲越强 你的苦海就越大 好 大家清楚了解 苦海 是怎么产生 那你就知道 那我们怎么样 回到一体的世界 怎么样才能够 回到一体的世界 核心就在于 你什么时候 让那个自我意识 彻底消融掉 问题是说 我们一定要来到 无我 对 无我 问题 那个过程 核心就是 你什么时候 让那个自我意识 彻底的消融 当自我意识 真正消融 一体世界就现前 天堂 极乐世界就现前 所以 真正修行的过程 真正修行的过程 你要得到 安心 解脱 快乐 自在 那个核心 就在于 你什么时候 让那个自我 彻底消融 自我彻底消融 就是来到 真正的无我 那整个修行过程 就是在 事实上就是在 淡化自我的过程 也就是所谓的 断诸解辅 也就是老子所讲的 围到日损 是我们自我 用很多错误的 观念之间 伸见 保护自己 排斥他人 制造种种分类 对立 制造苦海 好 你了解了 苦海的 制造出苦海的 真正根本问题 核心之后 那你就知道 我们怎么样 针对这个核心 来化解 所以 什么时候 能够来到无我 你就能够来到 一体世界 但是 那个核心就是 你怎么样 真正脚踏实地的 来淡化自我 当然你要看到 我们那个自我意识 它就制造出 很多的苦海 很多的对立 所以你就愿意 心甘情愿地来 回来淡化 那个自我意识 你自我意识 越淡化 越缩小 我以前讲课 有讲到 那个数学公式 那个分母 分母 越缩小 越小 你后面得出来 结果呢 就越大 当分母 也就是那个小我 那个自我 他来到后面 真正的消融 真正的成为 灵的时候 灵 除以无限大 除以一 不管上面数目 是什么 后面它就 无限大 那个就是一体世界 所以我希望 大家要好好体会 你要得到 真正的幸福 得到真正的快乐 就是我们 什么时候 把那个自我意识 彻底的消融 当然这是一个 修行的过程 他没办法 一下子马上 真正完全消融 那是一个淡化 淡化的过程 当你真正 逐渐放下自我 你就会觉得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快乐 心中没有敌人 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家人 你真正淡化自我 你就会体会到 那个所谓的天堂 净土快乐 一体的世界 就逐渐的现前 就这样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那我怎么样 让那个自我 真正彻底消融 这个就是 也有治标的方式 也有治本的方式 治标 就是用 十八般 十八般无益 各种方法 来对付 来对治 但是 他 没办法 真正让自我 彻底消融 有违法 用各种方法 那还是一样 用自我 去抓取一些方法 来练功夫 他虽然有 治标 对治的一些作用 但他没办法 从根本 因为根本 还是那个自我 在操作 所以 当然这都是要 经历过的过程 因为自我 他没有玩片 十八般无益 他是不甘心的 没有让他去玩 十八般无益 他是不甘心的 他的苦 吃得不够 他不甘心 所以这也是要 让他经历过 但我要跟大家讲 最后真正能够 让自我彻底消融的 我有道 我有法界 我有大自然 任何的人 任何修行成就 再高的人 再什么神通广大的人 他没办法让 一个人的自我消融 我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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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大自然 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只有我们生命的源头 能让那个自我 彻底消融 就这样 所以为什么 从2013年 年初开始之后 我们就 后面就逐渐 以推广 道德经 为主走 因为 这方面 能够让大家 站在 很客观的立场 很清楚地了解 宇宙的运转法则 是什么 生命是怎么来的 真正的道 是什么 你了解生命怎么来 然后你就能够知道 那我生命的究竟归处在哪里 还有去体会到 大自然的大智慧 那个自我 一方面他找到生命的源头 原来就是道 一方面他又体会到 原来道 他是含有大智慧 高科技 大智慧 所以自我到后面 他因为被道的大智慧 被道的奥妙 彻底把那个自我 赠税 消融 自我 他唯一能够让自我消融的 只有道 他只会真正臣服于道 所以为什么 我后面尽量扣住这个核心 让大家体到悟到行道 那你才会真正的 扣住这个核心之后 深入 那是最直接最快 能够找到生命源头 聊生死大事 自我 他安心自在 他就会彻底的放下 彻底放下自我意识 那你随时都是处在 一体的世界 快乐的世界 就这样 OK 可以吗 好 可以 谢谢郭老师 只是说 我发现到 我那个自我不敢放 也不愿意放 就是苦在这边 不愿意放 是因为苦还不够 是哦 极其吃苦 因为是苦吃的不够 第二个就是对道的认识 还不到位 所以苦吃的不够 那云美你也可以多抓一些苦来吃 很苦聊 可以请其他同学多给你境界啊 有啊 很多境界来了 可以了 谢谢郭老师 大家要一样就是 要认真的学习 互相的勉励 互相的提息 好 好的 感恩郭老师 感恩郭老师